11月8号 记者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了解到 由于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 不少首次产展商看准中国市场 希望自己的品牌商品能更多的在中国获得展示机会 来自英国的珠宝展商告诉记者 当前英国新冠疫情不容乐观 参加此次进博会更坚定他们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国 因为现在的新冠疫情在国外还是非常严重 尤其在英国 那现在我们在英国的市场非常不乐观 我们更看重中国的市场 中国对新冠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现在商业也恢复了 基本恢复了 像这一次上海进口博览会也办得非常成功 那我们未来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国 全面打开中国的市场 让中国的消费者所了解 让大家喜爱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和英国展商有同样想法的俄罗斯展商表示 此次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很好的控制 整个经济活动已经恢复 甚至达到疫情前的增长态势 所以品牌方更有信心在中国市场做进一步的拓展 今天早些的时候我们跟玉利地集团的领导一起进行了一个签约仪式 然后我们以后会进一步的细化商务合作和各种模式的拓展 因为贸易港是作为6加365这样一个长年可以延续展览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同时它的场馆定位非常契合我们品牌的一个定位 所以我认为在那边如果有一个展示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 不少首次参展商纷纷签约约海外商品长年展示平台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此次签约的海外展商已经达到16家 据介绍 进博会期间 不少首次参展企业都希望通过进博会在中国打开市场提升知名度 让参展企业更容易与采购商和顾客建立联系 更多的品牌是希望说通过我们这次进博会 想要在我们的中国的市场打开一定的知名度 再通过我们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通过我们的GATT绿地会集 有365天的这么一个延展 感谢观看